我大學的時候很喜歡看電影 我記得那時候還沒有所謂美國祭出301法案 所以大學城的四周到處都是小型的電影院 就是那個可能一個很小的一個房間裡面 用上個大螢幕投影機就可以成為電影院 那些電影院裡面放的電影都是非常特殊 不是所謂的好萊塢電影 那時候看了非常多的像是新浪潮時期的電影 像是高達啦 還有菲里尼啦 還有各種不同的特殊的電影 那時候那時候我記得那時候筆記電影的時代 大學如果修20個學分 我讀我每天看電影大概可以看30個學分 從早上可能10點那時候 第一部電影要放的時候我就準備了兩個便當進去 然後開始看電影中午就在電影院的陰暗的角落吃掉了我的便當 然後一路再看到晚上到晚上也沒有出電影院就在裡面吃掉了另外的便當 我就買那個所謂的年票 一個年票我就可以一路看電影都不用錢 那是一個看電影美好的年代 所以讀書並沒有讀的特別好 我全部花時間在看大量的電影 那時候有個電影雜誌叫影響電影雜誌 我從它的創刊號到最後結束 我每一本都有買 非常熱衷於拍電影這件事情 對於電影的研究 包括那時候有記得我老婆跟我說 有一個手法 就是那種只有廣告片才有的 我說那個叫蒙太奇 透過切割許多碎片式的影像 然後連接在一起 甚至他們在思考在切的過程當中 讓那些細碎的影像 連我們的大腦都還沒有辦法感知到 事實上我們的視覺已經可以感受到了 所以我們或許沒有看到那樣的畫面 但它其實影響了我們的腦神經 然後給我們帶來一些不管是恐懼 或是衝擊 我還記得那時候有一個廣告公司 很有名叫意識形態 它就拍了很多類似這樣的影片 在電視廣告上面 但是現在好像很少看到了 我那時候很喜歡日本的電影導演 小金安二郎他習慣性的把攝影機的鏡頭架得非常低 我們從低位看你的主角跟中位看的主角跟高位看的主角 你發現不同的視角跟同樣一個人 你發現感受的效果是不一樣的 而小金安二郎非常擅長於用低視角來拍攝他的主角 我也很喜歡黑澤民的慢動作 黑澤民利用慢動作 把他的這個戰場拍的像是史詩片一樣 然後非常巨大而宏偉 台灣有個電影導演叫侯孝賢 那時候他拍了一部片叫悲情城市 他就擅長用一種遠距離鏡頭 然後來描寫故事 很多人喜歡用特寫 特別是現在我看絕大多數的好萊塢電影都喜歡用特寫來拍人 看到人的這種毛髮啦眼神啦嘴唇的先動 包括鼻翼的小動作來感受到演員的情緒 但是以前侯孝賢拍喜歡用遠距離鏡頭 那彷彿是上帝看的人的視角 我還記得有一幕啊 就看到有一群人在那種山裡面 然後有一條小路 然後打打沙沙 然後沙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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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 然後後來就慢慢慢慢結束這場戰鬥 一兩個人就跑掉了 一個定住的一個鏡頭 然後從很遠的地方看 你就會發現彷彿那座山裡面 有很多我們不知道的故事所發生 我覺得那個時代我們人們特別有想像力 透過遠距離鏡頭 彷彿我們可以把我們的想像力調動出來 想像那座山裡面發生更多影像裡面沒有發生的事情 我們就把我們自己的情感跟情緒投注在裡面 所以在當時我覺得每一個偉大的電影導演啊 他們都有自己擅長的熟悉的跟喜歡的方式在表演 我們身為觀影者我們就可以理解到他們用了很多的 他們就把他們的一些情感放到裡面去 不是情感就是 就是或許那稱之為技法 但是那卻是他們在描述事物的時候所產生一些力量的方法 應該是這麼說 我每次在喝威士忌的時候 我都是透過喝威士忌想像那位作者 威士忌的作者就是首席挑酒師 我在想像這個作者到底是用他的什麼樣的技法 展現出他在創作這個威士忌屬於他自己獨一無二的風格 你說他是技法 但是這個技法的背後卻是傳遞出屬於這個作者自己的性格跟他的喜好 你知道Johnny Walker他的首席挑酒是Jim Babbage 我認識他 他就是一個非常溫吞的一個學者的模樣 百富的首席挑酒是David Stewart 我也認識他 他就是一個十足的Gentleman 像是一個沉浸在自己學術研究的一個Gentleman 格蘭捷的Bill Langston 博士 他就是一個充滿了想像力的 可以把他生活當中讓他有所感動的東西 透過他的想像力全部放到威士忌當中 大摩的首席挑酒是Richard Patterson 他天生就是個表演者 他站到舞台上就是會發光 他那種非常的Dramatic的表演形式 其實就像是他所調配出來的威士忌一樣 充滿的舞台感啊 就是非常的 辨識度很高 你就知道這是Richard Patterson 挑出來的東西 這些年來越來越多 很有個性的首席挑酒是慢慢的出爐了 看了一部電影 我們可以理解到背後的導演 他是怎麼樣子 性格運用他個人所熟知的技巧 威士忌何嘗不是呢 我們可以稱電影為藝術 那為什麼我們不能稱威士忌為藝術呢 電影也是透過大量的行銷 大量的在大眾之間放映 而回收他們的利益 威士忌何嘗不是 我自己個人是比較傾向於這樣 威士忌跟電影一樣 都是可以看作是藝術的表現 而背後的首席挑酒師 就像電影導演一樣 他們是在整個電影工業 或整個威士忌工業裡面 扮演創作者的角色 這支是Johnny Walker黑牌 上面寫的 僅致林一鋒Steven Keep working 第亞基歐挑酒學院 大概是 七八年前吧 他們辦了一個挑酒學院 找了一堆KOL 找了一堆媒體來請我幫他們上課 然後最後送了我這瓶酒 放了很久沒有喝 我還記得 Charles McLean Charles 有一次 我到愛丁堡的時候問他說 Charles 你平常在家裡喝什麼酒 他說 Johnny Walker 為什麼 他說大部分他們喝Single Moe的時候 好像是做功課一樣 而和調和威士忌就像是 自己平常的生活一般 所以他通常醒來之後 會幫自己倒一大杯的 Johnny Walker黑牌 然後再加上大量的水 喝下去 開心 一整天都梳醒過來 呵呵 我們平常覺得 隨手可得的Johnny Walker 黑牌 他確實放了 四十幾種不同酒場的威士忌 原酒在裡面 他應該是 所有蘇格蘭調的威士忌當中 最複雜的調配手段 這麼複雜的調配手段 或許我們沒有足夠的時間去感受到 他在調配當中的一些 特殊性 在我們悲慌交錯之間 我們就把它喝完了 在這種夜深人靜的時候啊 其實他不難喝 煙燻味很清楚 看喝這部電影 我就想到 我曾經看過的一部電影啊 那是一部戰爭片 煙消四起 那部片子呢 其實記入了蘇格蘭的歷史 他叫做Bray Heart 英雄本色 本身扮演 扮演蘇格蘭英雄 Wallace那個人 是一個澳洲人 Mail Gibson 其實我們在認識一支酒或是 其實我們在認識蘇格蘭威士忌的時候 我們都是從生活當中很可能發生在我們生活的點滴來認識他的 我對蘇格蘭的認識在我還沒踏上那塊土地的時候 其實我就是從各種不同的資訊當中包括像是電影啊 包括我們曾經讀的歷史書本裡面知道 包括 威士忌 像這樣的煙燻味啊 從威士忌當中煙燻味啊 總是會讓我聯想到 蘇格蘭那塊土地 其實曾經也是一個烽火連天的土地 直到到了那塊土地的時候發現 有一些古老的城堡 輕推的城堡 甚至他們有那種投石機啦 然後在過去古代他們城邦跟城邦之間 充滿的爭鬥 包括英格蘭跟蘇格蘭之間充滿的爭鬥 蘇格蘭跟北方維京人之間充滿的爭鬥 而這些爭鬥就形塑成了蘇格蘭的歷史 所以當蘇格蘭人在製作威士忌的時候 他們也會把他們民族當中內在的喜好 通通都放進威士忌裡面 其實整個市場一面倒的可能傾向於 非煙燻味的這個威士忌風格 但是蘇格蘭人仍然堅持 將愛雷島的泥霉味留下來 並且在調和威士忌的過程 將這個煙燻味調配進去 增加威士忌的複雜度 但說實話 增加威士忌的複雜度 不過只是一種技巧而已 但真正的他可能反映出的是 蘇格蘭人內在的這種性格 透過這種煙消味 透過這種煙燻的風格 彷彿曾經被戰火揉靈過的氣味 保留在蘇格蘭威士忌當中 當我們看著一支威士忌的時候 我們到底想要得到的是答案 還是透過威士忌來激發我們充分的想像力 我們看著你 愛媛建華公主 大家好 我們看著那些еч 장 黑夜維發 謝謝 大家看著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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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